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將會準時上路 到底什麼時候實施一粒修 現在一粒修的內容搞不清楚之外 包括到底何時 如何準時 另外相關的一些修改辦法 似乎行政院都有了定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英雄會 就是蔡英文總統 跟我們公總女次長許勝雄 一個英馬 一個熊 英雄會 結果我們看到 似乎公總對於蔡英文的 一粒修的改革方案 認為是一個爛蘋果 到底這個蘋果有多差 目前包括雇主跟勞工 甚至很多平面媒體 開始拿台灣的一粒修 相關勞動法規的改變 跟國際做比較 會發現台灣這個勞動法規 特別是一粒修的改變 幾乎是全球最糟糕的條件 不僅對勞動的勞工條件很差 對於資本家 對於企業的聘用條件也很差 所以到目前為止 行政院還是堅持要把三輸變三贏 台灣除了政府輸 勞工輸 企業輸之外 會不會變三輸變六輸 什麼叫六輸 包括我們的出口也輸 消費也輸 投資也全面輸 所以我們今天去討論 一粒修 準時上路 到底到目前為止 產生什麼樣的惡果 好 那我們觀察 但是去年台灣的汽機車的銷售量 都來到新高 特別是這個汽車跟機車的銷售量 一個突破了80萬輛 一個突破了40萬輛 那我們現在最關注的是 底特律的汽車展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全球有三大最重要的汽車展覽 包括了新市場 新科技跟新趨勢 從這一次底特律的車展當中 透露出2017年最新的 這個車子的一個設計跟消費的邏輯 隨著油價回到了相對50塊的低檔區 似乎美國的車子又來了 越做越大 目前的執政黨蔡英文政府 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績 不僅是政見 是重大的政績 可是人民武感 甚至我看到像這個商周的 這個COCO食品 基本上對於民主黨比較友善 也把這個一粒一休 當作一個非常糟糕玩火的行動 所以行政院剛剛就強調 一粒一休準時上路 這個準時是去年12月23號 到目前為止 完全沒有調整的空間 或調整的可能性存在 事實上根據之前的這個 蘋果曾經做過這個民調 他說大家的反應到底是什麼樣 大概有67%的人認為說 這是一個大概三蘇的這個局面 包括說物價上漲 勞工也沒辦法加班 那資方的話 他也面臨到這個想要加班的 僵固性非常的強 所以可能是一個三蘇的這個局面 但是這個即使民間 這麼樣急急呼呼就是說 可能出現很多問題 但是看在我們目前的執政黨 或是政府的眼裡的話 好像似乎也短期之內 沒有要調整的這個狀況 我們看到說事實上 今天的報紙裡面就寫 工總幾呼 放寬每個月的加班時數上限 可以三出變三贏 但是行政院馬上出來說 目前沒有這樣的規劃 所以很顯然 即使工總在這樣呼籲來說的話 好像我們目前行政院 調整的這個腳步 是比較緩慢一點的 今天其實在 這個是聯合報的頭版 但是在另外一個報紙 在自由時報裡面 卻刊出了另外一篇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的文章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自由時報 是比較親綠的媒體 但是它裡面的話 有許勝雄的單獨的 類似一種他在說故事 他說上個禮拜五 他們有一場英雄會 也就是小英 建了工總的許勝雄 而且這個是自由時報的獨家 他說什麼 他就說原本 因為工總對這次的一利休 有非常多的意見 資本家 對 所以包括說工總 這之前的秘書長蔡天生就說 這個政策是爛蘋果 這個一利休是爛蘋果 這個講完之後 我們的徐國勇 馬兄就重炮轟擊就說 沒有 我們不是爛蘋果政策 這個政策是個好的政策 隔一天 許勝雄不是 又在這個媒體上面發表說 這個政策太殘忍 因為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們最近在做一些 所謂的社福團體的時候 發現到說社福團體 因為他們面臨到 今年 世光你也知道 今年景氣不景氣 其實很多社福團體 他們的募款都非常少 募款少了之後 一利一休之後 他們的成本又增加 增加兩三百萬之後 他就說這些單位好像有一點 都存活不下去 所以他說他都很想哭 太殘忍 就是因為他在講到這些社福單位 好 現在蔡廉生跟許勝雄 兩個連番開砲之後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就把他們兩個找過來 因為事實上 蔡英文總統見到他們兩個就說 我們認識也很多年了 蔡廉生 許勝雄 我們認識那麼多年 我是這樣的人嗎 你們為什麼要用爛蘋果太殘忍 這麼樣的字眼批評我呢 緊接著許勝雄就說 沒有 我們也是要共體時間 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個政策 一個所謂一利一休 弄到每一個產業都能夠進去 他這個用詞用很兇 用製造業的舊思維 第一個製造業的舊思維 來修改勞基法 這基本上就是說你蔡英文政府 根本是二戰時代留下的產物 你腦袋還回在以前殺豬公的時代 用這種思維來修改勞基法 完全不能與時俱進 因為我們的勞基法 本來就是從工廠的概念 移過來的 所以是不是用這樣的方法 而且他講 他說沒有替中小企業著想 我覺得這個許勝雄 這一次講這個話的確是滿對 為什麼這樣講 說實在 對許勝雄來講 一利休對他有沒有影響 他經營的金人寶 人家有幫他估算過 他這次人事成本 大概增加了0點多個Percent 其實影響不大 因為原本的金人寶 在我們的國內的產業界 就算是福利非常好 他們都大概發16個月 公司裡面因為我去拜訪過 他們還有托兒所各式各樣 他們其實員工福利非常好 所以他是願意照顧勞工的 但是這一次其實是 很多中小企業反而被卡死 因為這次中小企業的話 很多中小企業 他原本獲利就不高 他想說我趁著這個年假 這個年前的時候 我加緊加班 他敢不敢給員工加班 不敢 因為員工的話 有可能說你一加班的話 就違法 違法的話變成是 老闆想要替員工加班 但是想要替員工加薪 或是說讓他加班 可以增加薪收入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變成說他要多顧 其實我一個好朋友 他這麼做毛巾生意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的毛巾 是個贈品 這贈品當然是台灣特殊的文化 信仰文化 就是告別社會送毛巾 可是訂單很不穩定 所以平常可能這些員工都沒事做 有時候忽然大單來了 要幾千打幾萬打上游 可能台灣人本農業下訂單來了 要瘋狂趕包裝 因為毛巾 不管是在台灣製造 越南製造還大陸製造 最好包裝成我們一般告別師拿到禮盒 要包裝 事實上有時候通宵加班 因為你要趕訂單 所以事實上很多他的員工 平常沒事 就是在關鍵兩三天瘋狂加班 而且晚上老闆付加班費 拜託 史聰 你帶你的阿姨 媽媽一起來 在家沒事嗎 老定久 老腳多的 對 我給你三倍的工資 趕快幫我加工 那加班平常就回去 可是現在卡到一例一休 慘耶 告別師都辦不了 沒有毛巾可以送 可是因為這一次的一例一休 他同時有非常多規定 包括公時的規定 或是說連續的七休一的規定 其實這些規定 你反而是卡死的中小企業 因為中小企業原本 因為我們知道 他許聖雄有講到 我們目前百分之98 都是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的話 你把原本有了彈性 把它拿掉之後 你把它僵固化之後 中小企業反而變得 更沒有辦法去調整 大企業他有 像我們之前都一直講 大企業有非常多人 他可以輪流調整 他可以調整得很好 另外他其實又跟 蔡英文總統講了幾件事 他說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是有勞檢嗎 他說你要趕快來勞檢 為什麼 他說你不是只來機場 你要實地的下鄉去訪問 這些個別產業 個別了解他們各自的不一樣 另外一個 他還提出一個建議 他說因為這次一例一休 上路之後 其實包括很多中小企業 他原本的人資系統 原本的會計系統 可能都要修改 但是政府並沒有做這些 相關的輔導 所以其實他在整個會議 或是整個今天貼出的這個 這個建言書裡面 他講到非常多爭議 只是說這些建議 跟這些所謂的解決方案 到我們政府去之後 能不能做出快一點的反應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我覺得這個亂象 可能會持續下去 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 裡面有廖北亞的條款 所以事實上很多中小企業主 不小心踩到紅線 不自知 因為他並沒有那麼先進的人資系統 或會計系統 可是廖北亞的條款 一出來之後 中小企業可能只顧五個八個人 一罰罰三十萬 好昏倒 而且我們這一次的一一休說真的 到目前為止 這些完全的配套措施 對很多中小企業來講 世光你知道 很多中小企業他是怎樣 財務長人資就是他老婆 對 沒錯 老婆他其實也搞不太清楚這個狀況 所以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沒辦法 他就只好說 我就寧可不要讓你來加班 就用這樣來反應 我就用四個水果 形容台灣的現狀 就是草莓大軍 蘋果夢 有一群草莓族的年輕人 每天跟著資本家做蘋果夢 結果是拔蠟工資苦瓜點 所以政府為了滿足草莓大軍的 拔蠟工資跟苦瓜點 搞得一粒一休 結果現在變成全民變成 拔蠟工資苦瓜點 現在問題很麻煩 我們看一粒一休現在 狀況越來越多 甚至這幾天就出現了 連我們過去 大家喜歡罵台電 可是事實上 每次台灣這個地形 颱風特別多 訂正特別多 台電不管是員工 或是外聘的工程業務單位 每逢颳風下雨 地震天災 事實上台灣搶修電力的速度 幾乎是全球最快的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企業文化 可是再好的企業文化 也扛不住政府來得惡法 現在台電也出狀況了 是 沒錯 這個是發生在什麼地方 發生在台中的一個周先生 一個電信 他養了五隻這個 可以觀賞的這個 我們看到黃罐黑白鴻 這個看起來就是非常珍貴的魚 對 他就說因為他這個水族箱裡面 因為鴻魚其實要一直打氣 所以他其實他自己 有自備一個不斷電系統 那不斷電系統的話 因為怕說台電王毅會跳電 會怎麼樣 結果沒想到他週休假日回來之後 發現到說他五隻裡面的鴻魚 有四隻損失16萬 他就說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台電你在這個電信維修 出了一些問題 台電跟他說沒有 可是他覺得奇怪 因為我的不斷電系統 至少可以撐12小時 如果你不是超過這個時間的話 那怎麼有可能會出現 這樣的狀況 現在兩邊在互相推皮 這個劈皮球 台電就說我沒有這樣子 但是現在周先生他想說 我要跟台電求償 但是這個可能就是一粒一休 引起的這個狀況 因為台電可能地下高壓電纜 或變現箱故障 通常現在台電為了節省成本 常常外包 那外包單位已經卡到一粒一休 就不能隨時隨便加班 所以就壞在那邊 那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無所謂 可是養這個養魚 4萬以前的養魚 基本上你這個斷電之後 這個魚全部都會浮上來 很恐怖 那個市主其實很擔心 結果這鴻魚 四隻鴻魚 命上黃泉 四隻16萬 你說這個周先生親不親 這個可能就是因為一粒一休 因為他週末停電 他也沒有通知你 當然雙方目前在 有通知也釣不出人來休 對 也釣不出人來休 那12小時撐過去之後 沒辦法撐過去之後 這個鴻魚當然就 肚子就翻上來了 四位面四輸 還有動物也輸 然後另外一個 你看除了這個鴻魚被波及之外 你可以看到說像貴姐 我們以前都知道說 貴姐算是一個高薪的行業 他們以前的獎金是什麼 底薪加獎金 還有一個加班費 以前的話 因為這個以前的底薪比較低 所以他們是業績50萬的話 可以抽2萬塊獎金 但是下一粒一休之後 原本的時間 他們因為加班費 不能夠加太多班 那怎麼辦 他們要嘛 就是在找兼職人員 等於是說原本是兩個貴姐 他現在可能要三個貴姐 那三個貴姐的話怎麼辦 他可以說 因為我們現在人員 人事費用增加 人事費用增加之後 獎金我可能就要調整 因為為什麼沒辦法 因為你們現在多了一個人事 多了一個人事 這個老闆總是說 就把我們的一些獎勵措施 進行一個改變 所以你看 原本50萬抽2萬的業績 他現在是要80萬才能夠抽成 所以等於是說變相 他們的貴姐 都被減薪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就想 其實很多業務單位都這樣 譬如說做一個禮拜 領一次獎金 一個禮拜50萬 50萬是基本扣打 理到50萬 做到50萬就領獎金 50萬以上 按照%數來抽成 做得越高%數越高 可是我做了五天 終於做到50萬了 第六天要衝獎金的時刻 停了 不能上班 不能上班 所以現在很多 按照業績在賺錢的 尤其過去五天 就辛辛苦 把基本的扣打給做到 就等待禮拜六禮拜天 我要發財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的業績 我越抽越高 可是現在 做完基本扣打之後 就完了 就慘了 這怎麼辦 所以工總這次 他不是有一個建議嗎 他說事實上要把這個 加班的時數往上拉高 同時是說工時可能要更有調整 像就有人建議說 你工時是不是不要用 不要一個禮拜一個禮拜計 你可以用一個月一個月計 或是用一年一年計 這樣就可以講到世光剛才的 你就說萬一有急單的時候 你的淡忘計非常明顯的時候 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這種一個月 或是一個月 或是一年來算這個工時 或許這樣會給這個 很多中小企業更有彈性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政府也可以好好想一想的具體方向 我跟你講在亞洲的經濟史當中 有一個一粒一休的案例 就是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禮拜六禮拜天不准加班 全部上政治課程 後來這人民公社 大概就要吃大鍋飯 因為你多做 不僅沒有賞還被罰 官民董事長 現在一粒一休 勞工加班多做搞不好還被罰 不僅是罰勞工還罰老闆 所以最後搞得中國大饑荒 那現在這個問題我們看到 台灣的一粒一休搞成人民公社 那台灣的經濟大饑荒 就馬上就要來了 每個人都沒有加班的動力 這個國家經濟怎麼搞 對啊 我想這個 貴姊的工作的情況 我來補充一下 就是說這一粒一休 其實已經造成很多的後遺症 我看現在勞資雙方 大家都得了憂鬱症 貴姊因為賺不到獎金 那禮拜六 因為受限於一粒一休 禮拜六就不能再加班 如果加班當然雇主 必須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可是這個重點還是受限於 因為我們這個加班的時數有 我全月是46小時 所以也不是說 完全雇主不給付加班費 因為還有這個 加班時數46小時的限制 所以這次我們工總的大佬 當然是提出 不過這個也是在過去一粒一休 的一個配套的作業裡面 我們過去一直 所有的工商的大佬 都希望能夠把加班時數 可以增加到60小時 那因為這個在過去的 那個七天假裡面 其實過去都一直在談這個議題 當初其實政府是有答應 可能可以考慮54小時 那因為這個一粒一休的關係 都沒有過 然後七天的休假又在那邊 出爾反爾 所以惹得這個我們工商的大佬 就覺得說 這個政府一點誠信都沒有 所有的配套作業都沒有做到 好 那現在再來 為了這個一粒一休休休息日 加班層數提高 有些公司稍微可能 他還可以承擔 可是即使願意承擔 也是還是又卡到這個加班時數 所以如果這一次政府不能把這個 加班時數再提高的話 那所有的這個勞資雙方 不僅大家都這個勞方賺不到 他應該要有的這個經濟的 這個能力的陳述之外 那資方當然他在這個人力 跟這個時間的配置上 是受限非常大 任志勇這樣聽起來 包括從櫃姐 包括很多業務單位 現在聽起來感覺是勞方受害 尤其是願意多花點時間 賺錢的勞方 感覺是這是一粒一休最大的受害者 沒有錯 當初政府的利益支出 都是認為說 星期六的加班層數提高 可以造就這個勞工 他可以增加加班費的收入 可是看來現在是適得其反 而且弄巧成拙 弄得這個勞工星期六 不但加不了班 增加不了收入 他的就業安定性 又受到很大的困擾 對 剛剛講說櫃姐好 禮拜六他不能繼續來 本來我們的業績累積到一個程度 馬上就可以得到一筆獎金 累積不到 那他禮拜六還是需要收入怎麼樣 他只好再去佔別的櫃 對 可能他到這個 或者如果他沒有這個同樣一個領域 比如說他本來是服飾業的 或者疲倦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他是不是要到這個所有的 比如說速食店 小七 或者到7-11是小七 還有這個麥當勞 那跟他的專業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業的安定性 我想在這個一粒一休裡面 也是一個滿大的傷害 是 你看我們想很多賣汽車賣摩托車 不就這樣嗎 事實上工時很長 可是客人來 能夠有時候客人來 你就多磨就多磨 今天世光你要買賓士對不對 好 我就陪你慢慢磨 我挑三點四 我覺得便當勞比較好 不要 我最近有朋友賣我馬薩拉底 不行 我跟你講賓士有多好 對不起 講到一半 我時間到了 我要下班 有空再見 觀眾朋友你覺得我會理他嗎 我就去旁邊那家汽車專賣店 去賣別的車了 所以事實上 這個極端力常常發生 就是本來快要時間 快要生意談成了 這個大道汽車 小道化妝品線 全部卡死死了 因為你我們就觀察 但勞動部現在拆招解招 雇主有一堆方案 一堆貫招 勞動部都說沒有問題 我可以幫你解決 他到目前為止 還是把表面的工作給解決掉 可是真實勞方受害 資方受害問題 還是沒辦法解決 對 因為從去年這個勞動部 在研尼要推出一例一休的時候 其實媒體就已經吵翻天了 那勞動部也就被罵到臭頭 所以這次勞動部非常的積極 他們自己先想出一個 所謂的一個叫戰守則 先告訴所有民眾 自問自答 如果 對 就是自問自答 自己Q自己A 也就是說 提醒觀眾朋友跟一般民眾 如果你遇到類似的情況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應對跟處理 那企業主的怪招意是什麼 也就是 吊移國定假日休息日跟工作日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說我們一般人都希望 禮拜六禮拜天能夠休息 可是老闆會覺得說 禮拜六禮拜天可能 就是來買東西的人會比較多 那就希望你把你的休息日 挪到平常日 那這樣子就不用增加我 你休息日來上班的一個加班成本 可是這樣的一個協商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其實理論上 勞動部是希望 我們勞方跟資方之間有個協商 可是很多資方就覺得 我硬幹 我不需要跟你溝通 反正的這個資方一定是佔上方 所以現在勞動部的解釋就是說 一定要經過這個勞資的一個協商 雇主不可以單方來做一個變更 是問題的討論過 燕利大電出一發請通告 來不來 不來 下次我就請瑞珠取代你了 瑞珠姐收視率很好 燕利你自己看著辦 老子寫上 這怎麼寫上 根本不用看著辦 我主動願意 好嗎 好 那怪招二就是這個 要求員工 對 要求員工 預排整年的特休假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資方會覺得說 如果你能提前先告訴我 你這一整年 你特休假是排哪幾天 這樣子我能力調配上面 會比較方便 可是有些員工就覺得說 我現在還沒有想到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休特休假 天要下雨 良要嫁人 由不得人 我怎麼知道 我娘什麼時候嫁人 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排我媽的婚嫁 老闆說不行 你媽的婚嫁 你要預先估算 我怎麼知道 我媽什麼時候嫁人 所以燕利 所以這政府很妙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這種邏輯他不懂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休假 燕利什麼時候再結婚 我怎麼知道 對 燕利發我喜帖 對不起 燕利要告訴我 你真的 你要先明年什麼時候 要再結一次婚 你要跟我講 不然我沒有排特休 你沒有看到我翻白眼了嗎 婚姻超級無敵美滿 是 超級美滿 所以 所以現在這個 勞動部他的一個解釋就是說 不能夠有這麼奇怪的 一個異性的規定 你特休還是勞工自己決定 然後你不可以限制勞工一次 做一個排訂的一個狀況 好 外招三是什麼 我覺得這就真的有點過分 有些這個中小企業主會覺得說 特休假 反正如果你不休的話 我也不給你工資 我就直接把它改成 我們已經說好的年終獎金 這其實就是A 這個勞工的錢 年終獎金歸年終獎金 那特休 你沒有休是改工資 這是兩碼子是嗎 年終獎金反正是老闆的意願 你現在搞老闆不爽 老闆年終獎金就會難看 不 世光正不對了 根據勞基法的規定 企業有賺錢 他就應該發年終獎金 但如果他沒有賺錢 他就可以不用發年終獎金 年終獎金一個月 兩個月 老闆發八個月 十八個月 那是老闆的想法 所以老闆不爽就發兩個月 對 這裡頭還有一個玄機 因為很多中小企業主 剛剛這個世聰已經說 台灣有98%是中小企業 很多中小企業都有兩本帳 那我明明有賺錢 我就不爽發你年終獎金 我就把我的企業的財報做成虧錢 那你們怎麼辦 那怪招四就是排班系統 自動排除第六天 就是禁止員工來排班 但問題是你是這樣禁止沒有錯 可是有些員工他就是來上班 那他要不要領加班費 所以勞動部說 確實這樣的企業的這個做法 是沒有違法 可是如果他真的來上班 我們還是要給他加班費 是 我們看到後面八下 我跟你講我請教瑞珠姐 因為說實在話 這個勞方都會找我們的顧問 瑞珠姐來幫我們做顧問 他不會違法 資方有的是資源跟錢來調動 有本事請到專家來規劃勞動條件 所以勞動部現在講了什麼八項四項法案 你玩不過資方嗎 資方就是有本事 不過我們可能要來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個勞基法 當然就是保障勞工的一個權益 當然我們可以 他們可以按照法院來請求權 不過我們也要了解就是說 資方他畢竟在民法上 還是有他的自主經營管理權 只不過說我們在這個勞動部政府 在訂定這個法律的時候 是不是在文字上 可能可以要更精確一點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這個勞工的 不 還再精確 已經夠精確 搞得大家一粒休 雞飛狗跳了 今天這個勞工特別休假 他的這個勞基法的規範是說 由勞工來排定資 當然政府是認為說這樣子勞工 他有一個自主性的請求權 他可以看得到吃得到 可是問題是你只訂了一句話說 由勞工排定資 那我想請問怎麼排啊 對啊 你要告訴我 那你為什麼沒有逗點 30天內提出 對 一般我們的請求權 你以這個除次期間來看的話 法律的除次期間來看的話 對 大部分都是以30天 沒訂 那今天這個法律 這是沒訂 為什麼這一次這個 特別休假的爭議 也是在其中之一 這個反應的負面效應這麼大 也是因為他法的文字定得不好 對 36條裡面他當然 那特別休假是勞工的請求權 這個絕對可以保障的 是 可是問題是怎麼請 對 怎麼排 你的特別休假由勞工排定資 尊重 對 那你應該要逗點 幾天為限 對 那今天這個資方 他為了有一個有效的管理 我想這個也是人家 在經營管理上的一個 一個經營管理權 好 那員工如果今天要來提休假 世光你今天主持 對 那明天也排你主持 結果你跟製作人講說 不我明天要馬上去要去休假 如果按照這個製作人來講 他能不讓你休嗎 對 如果他不讓你馬上去休 他就違反對不對 是 那問題是如果勞工 在我們的一個管理的 勞務管理裡面的話 每個人都是 現在才跟我講 他明天要去休假 那我想我們在這個整個的一個 工作的一個管理上 職務的替代性上 我們就沒辦法運作了 不會有烤雞咩 是 對啊 Costco烤雞 老闆有賣烤雞 所以剛剛小英 年底就看烤雞 小英總統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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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總裁呢 太殘忍 說批評他是爛蘋果 可是當政府 你在制定法令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想到說 你的法令的法條定下去 是對勞資雙方都很殘忍呢 對 就像我剛剛講 這個排店休假的東西 在實務上可以 那要怎麼排 對 那今天如果勞工提出來 雇主不給休的話 那是不是又製造更大的摩擦 是 那彼此之間勞資的 這個關係的和諧性 可能又受到更多的 我的答案還是遠 勞資摩擦越多 我們執政黨的票越多 因為我們執政黨 專門喜歡玩摩擦 還有就是說這個 國定日假日的挪役 本來在勞基法裡面 過去也都是被允許的 對 尤其是大廠在集單的時候 或者說 譬如說你看我們這個飯店 突然有個明星 要來住進飯店了 對 那這個是不是要動員非常多的人 或者本來我們這個服務業裡面 大家是用輪排的制度的話 本來排到你可以休 突然有一個比較大的節目 進來 大明星要來住了 是不是大家就要取消休假 剛好你排到這個國定假日 你可能就稍微犧牲一點 那雇主就幫你稍微調配一下 這在勞基法裡面 其實過去就是可以試行的 只不過說當然在程序上 第一個 要勞資協商 勞工同意 這樣子一個程序的裡面 只要彼此合意之下 其實我是認為政府在 不足的經營關係權上 不應該限縮人家太多 我覺得管得太過超過 協商什麼 職場就是 老闆的表情就是我們的心情 老闆的背影就是我們的方向 我每天朋友主管都這樣講 我主管聽得好高興 協商 協商 老闆的背影就是你的方向 你跟他協商 他把老闆的肩膀 老闆 我跟你想要休假 老闆的表情不太好 你就知道 你的心情大概也不太好 我們看勞動部自問自答 還有後面四項 他認為他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對 那怪招五就是 輪班員工的休息日 立假日拆解為 小時來計算 而不是完整的一天 那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節目之前講的 台鐵的一個狀況 都有讓你休 可是莫名其妙 你還是每天都要來上班 好 那這個勞動部怎麼解釋 勞動部說根據勞基法 第36條的規定 所謂的一天 是指臨時到24小時 連續24個小時 所以他還是希望說 雇主有良心一點給員工 陰淨量 對 陰淨量 什麼叫做陰淨量 沒有罰則 陰淨量 那你就有一個 取巧灰色的一個地帶 什麼灰色地帶 就黑色地帶 就陰淨量 陰淨量 好 就是黑色地帶 不是灰色地帶 好 那怪招六 就是實施所謂的一個交叉的聘雇 這個很容易理解 意思就是說 好 我今天在A勾生上班 上完班之後 因為這個 還是有需要加班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情況 但是老闆不希望 付加班費給我 老闆這個時候 當我已經做滿8個小時了 他就說 好啦 葉利 那你就繼續打B公司的卡 就是我們開一個玩笑 當然就不正式按理 就肯德基跟Pizza Heart 其實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肯德基做滿之後 這個禮拜六百天到Pizza Heart上班 因為是兩家不同的公司 可同一個集團 而且做的事情差不多 因為做蛋塔跟做Pizza 其實差不多只把他做大 把他壓扁就變Pizza了 所以事實上 就是直接這樣逃避加班費 對 勞動部有一個很天真的 一個反應 為什麼說天真 勞動部說如果是實施 這樣的一個交叉聘雇的話 希望雇主要提供特休勞保 還有勞退等等 成本不一定會比較低 但問題是我們剛剛講了 如果你為了這個 有得到這個工作機會 你可能還是會摸摸筆就算了 B公司沒有提供我相關的一個退休金等等 也就算了 給你我們看一下 以交叉聘雇這個怪招來講 或僱用11勞工 到底對於員工會損失多大 因為說實在我就是 南部人我住台北 我就假日沒事情 那加班費拚一拚 真的很棒 有時候你像麥當勞 只要待到11點之後 又要清潔 那個時薪有時候三倍四倍 拚一下多棒 尤其是晚班到9點10點 沒什麼客人就很輕鬆 就等著清潔 賺4倍薪水 現在這個機會都不見 對 真的是差很大 我們幫大家舉個例子 假設我的日薪是1200塊 時薪是150塊 那休息日加班8個小時 是坐滿8個小時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我的薪水 剛剛提到本薪是1200塊 然後那天我休息日來上班 那根據我們這個新版的 一日一休的一個規定 加班費要怎麼算呢 就是前兩個小時加班 加班1.33 第三個小時是1.67倍 所以換算一下 如果一天薪水是1200的話 我光是加班費就是1900塊 那我還要再加我的本薪1200 所以那天我有上班 老闆就要給我3100 好好賺 可是現在老闆 就不想發我加班費 老闆說乾擔 我找另外一個派遣工 我不要丟臉 我叫世光來上班 那我只要付你1200 我這樣不就是省了1900嗎 我們現在在討論交叉評估 就是討論所謂是服務類的 那些長時間的工作人員 可是少討論到一點 就是說所謂未來中高階的人才 也有可能因為 這個所謂的交叉病戶 他變得更多 就現在變所謂說 顧問類的人員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說 研發類 還有一些所謂專案類的人員 那我之前公司 可能用大量的時間 去培養這些人 現在不用了 現在可能用外包的一些方式 那其實根據這個 最新的商業週刊的一個調查 每5家就有一家 200人以上一個大公司之後 就有一家考慮要用 以後外包這些專業人才的方式 為什麼 第一 要省成本 而且這些專業人士 基本上他一個禮拜一個月 工作可能不到30個小時 所以他一個人 可以去好幾個地方 第一個 也規避這樣的一個風險 第二個 那我這種人潮需求 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其實台灣慢慢可能 賣相這樣的一個趨勢 而且其實國外已經在做了 你知道嗎 包括說亞馬遜的話 從2016年開始 他就成立一個所謂的 十幾個人這樣的一個 研發的一個小團隊 那這些人 全部都是這些所謂的 高階的一些顧問類 如果他找十幾個人 來負責研發跟專案 那就可以省掉大量的成本 而且兼顧他的一個研發 而且重點他 他一個月 工作不到30個小時 也可以省他 這些部分的一個人力 對 玉琳姐 我們看這基本上 交叉聘僱或派遣工 這個需求越來越大 因為事實上 我們知道派遣工 其實更沒有保障 可是政府等於是被迫使得 派遣工的需求會增加 所以這個就是 一例一休之後的後遺症 他的效應並沒有像政府 當初講的正面 我想這個交叉聘僱 最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工時 今天那個交叉聘僱 比如說我們講說集團內 我們的子公司非常的多 因為禮拜六休息日 提高加班費的成本 其實這還不是絕對的 我想我們在工商大牢裡面的眼裡 應該絕對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還有最主要還是卡在工時 關鍵還是在工時 所以今天政府所立的法 他是反而是造成這個局面 最大的一個傷害 如果你的工時不能夠提升到 工商團體要的60個小時 那他勢必 你看整個禮拜六休息日 是8個小時 一個月4次的話 就32個小時 很容易再 而且再加上平常的加班 很容易就會碰到46小時的時數 所以關鍵還是在工時 如果工時可以適度 像我們這個許大佬講的一樣 如果可以適度的彈性的 再開放的話 那我想就不會造成交叉雇用的 他是願意付加班費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老闆願意付加班費 在我們產業界裡面 未必都只是考量加班費 今天加班費 他願意付這個錢 如果能夠回饋到這個勞工 他可以增加收入可以 問題是現在勞工 因為這個一利一休 變成你政府是你這個法律 定的不好 害了他反而拿不到加班費之外 連同資方也不得不利用 這個交叉雇雇雇用的問題來 能夠分散工時 是分散工時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其實小英我們知道 其實汽車月最明顯 因為汽車月其實有時候賣車 每一台有每一台的獎金 可是事實上 你每個季度或每個月 有一個量的獎金 就是你賣到20輛 有另外的獎金 機車更明顯 所以常常有些領牌車在賣 就是為了湊那個數量 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行業 就是你賣一樣東西 可能可以抽2% 3% 4% 5% 可是這2% 4% 3% 5% 可能在賣的時候 直接就給消費者做折扣了 我拚的是月獎金 季獎金 年獎金 包括家電業 常講 所以有時候看到 家電業賣很便宜 就是到年底 他要拚那個量的獎金 這個很特別 因為現在這個量獎金 拚不到了 因為現在卡住了 這個物價會上漲 因為大家就不願意折扣 因為我賺不到那個大的獎 總的獎金 我就只好拚量的獎金 所以優惠方便宜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真實的一個案例 我們公司有一個同事買車 之前找我 我幫他介紹 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是12月底 那時候跟我們說要買車 我馬上介紹一個很好的業務給他 結果業務後來簽不下來 簽到最後怎麼簽 在12月30號 因為隔天他要休假 12月30號的半夜9點多 跑到他們家去 說要簽這張單 你不簽 我這個今年的獎金 可能就會少了十幾二十萬 所以他賠錢他也簽給他 然後他那時候還不能說上班 他要簽隔天的單 因為立休會違法 所以單隻簽隔天的 然後拜託他說不要講 這是我當隔天跟你簽的 是這樣 然後好不容易拗到這台車對不對 然後等到1月1號之後 他所有的折扣都不折了 因為第一個沒獎金 所有車子 瞬間他之前折扣可以折扣5萬 沒有那種時間的什麼 已經沒有壓力了 對 他就折扣5萬 變成3萬 因為我也沒有獎金的壓力 那你現在要我這樣半夜去加班 也不可能 因為我就是一切按照勞基法 所以你說這些業務人員 要怎麼去做 我覺得他們現在賣車 都面臨這樣一個問題 那我同事真的運氣好賺到了 因為那個業務還願意半夜去跟他簽 那其他業務怎麼辦 好 那怪招性其實延續剛剛的一個概念就是 如果我有人力上面的一個缺口的需求 我就不用正職 我就改用派遣工 那怪招吧 我個人比較不理解 待會也可以請教一下對主姐 勞工休息日出席1個小時 請試駕3個小時 要怎麼給工資呢 那勞動部有解釋 勞動部是說 如果個人因素無法完成時數的話 休息日當天工資還是要給 只是請假時數的加班費 依試駕跟並駕的規定來辦理 對 現在實務操作性問題一堆 對 這個就是說 之前有人提出來說 因為禮拜六休息日加班 現在所有的倍數都有提高 而且一定要以四個小時為一個單位計算 就是說你以後來支援加班的話 你不能說我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以前是老闆你支援你一個小時 就算一個小時 現在是你來一個小時 我們就要給你四個小時 可是問題來了 有人答應要來加班 加價一兩個小時 突然說不行 我有事 我得趕快趕回去 可是我們的單位 就要用四小時算給你了 所以這時候勞動部他又解釋說 那沒關係 如果來了一兩個小時的話 那你後面就請試駕 那現在如果說按照這個字卡講說 那雇主就是你請一小時 你來出勤一小時 那就要請三小時的試駕 其實這個就符合那個四小時的單位 等於就是就把它再撿回去 因為你來一小時我要給你四個小時 那你後面你要請三個小時的試駕 對 現在這個算法就越來越長 對 可是這樣看起來 如果說我們以數學來算的話 老公還是會得到一點這個余額 那個余額就是說 我們講說請試駕是不是1比1 你請一天試駕就是 請一小時就扣一小時的工資 可是我們剛剛已經給你了 1.33.67 對 那四個小時其實平均是1.58 1.58 那我給你四小時的1.58 那這個我試駕只能給你扣三小時的1 對 那如果說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有心的員工出爾反爾 這個答應你來上 上不到半個小時你又跑掉的話 那對於員工搞不好 還可以賺到一點效益了 好 當然這個操作機會比較低 因為大家台灣勞工都比較良心 可是重點是凸顯這個法律的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看到一例一休 到底會把台灣代表面去 最近評分周刊 從美國 從德國 從日本 從韓國 你會發現台灣的一例一休 不僅對於勞動 勞工 對於雇主 都是一個最嚴苛的法規 會不會葬送台灣經濟的生命力 會不會葬送勞工積極向上 賺取微薄加班費的機會 這都持續做觀察 好 另外我們要觀察 一個國際發生的大事 當然就是底特利的車展 去年在2016年台灣的機車 台灣的汽車 都創下進來的銷售高峰 可是事實上買車 我們常不希望買到 所以車比較便宜 為什麼 因為它即將被淘汰或換代 我們希望買一台車 擺了五年 擺了八年 仍然在時尚的風頭趨勢的先端 所以這三大車展很重要 所以我們知道這三大車展 通常都有不同的意義 而且這三大車展 帶來的是新技術跟新市場 或新趨勢 怎麼做決定 其實全球 主要每年都在看 就是三大車展 到底會端出怎麼樣的菜 這很重要 今年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討論這樣的題目 因為以往 美國抵退率車展 在這時候已經舉辦了 大家覺得美國抵退率車展 還好 每年都覺得還好 因為之前發表的車 基本上前面都已經發表過 真的喔 對 而且美國抵退率車展 前面還有一個CES展 新科技 它也都發表的差不多 可是今年的美國抵退率車展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適逢川普要上任 我們知道川普上任的話 或許美國一些政策 會因他有出現一些改變 所以車廠早就已經提前 在做準備 所以今天的美國抵退車展 很有看頭 因為它是很多的新的趨勢 因應川普 有一些新的趨勢出來 有什麼樣趨勢 我們等一下討論 基本上它的規模的話 以往是越來越不重要 現在1750萬 美國市場 對 美國市場 以往的話日本市場 那些市場 可能都比它還要來的重要 因為它之前賣得很多 是越來越降低 成長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之下 可是今年比較不一樣了 而且有大量的一個量 而且這些量產車都出來了 而且這些量產車是 它一發表完 沒多久一兩個禮拜 就開始開賣 所以大家一看 我喜歡我馬上就訂購了 而且車款今年很特殊 全部都大了一號 對 Eric 我們看這三大車展 包括上海車廠 北京車展 包括德國法蘭克福車展 包括美國底特區車展 這三大車展怎麼不同 因為我們知道電子展 每一個展覽 有的是強調通訊 有的強調是應用科技 有的強調是基礎科技 這三大車展展示的目的 跟它的主軸是一樣的嗎 我們怎麼看這三大車展 現在還多了一個CES的電子展 很多車商為了展現 它的所謂什麼 自動駕駛技術 或是一些新車子的 一些新的科技概念 都跑到CES展上面 去做一個參展 反正最酷的車在CES展 反正最酷的 尤其是自動駕駛車 都在CES展裡面 當然現在轉換成了 這個所謂的三大車展 就是一個上海車展 北京車展 是隔年隔年的輪流舉敗 德國法蘭克福車展 還是維持存在 美國迪特地車展 就是北美車展 目前可以說是三大車展 因為為什麼 中國的市場消費量是最大 你看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2460萬輛的一個車口數量 成交數量 對 當然本來以往 汽車產業就是德國車 跟美國車 後來在80年代 後期加入日本車 所以東京車展也爬上來 當然現在 因為全球最大市場在中國 所以中國也一直往上的去抬升 所以現在很多車商 他把它非常重要的 戰略性的車輛 都放在北京車展或是上海車展 來做首要的一個發表 其他的車展可能就是展一些概念車 或者是說一些新的技術 所以我們看車展 事實上假如像我們一般外行人 去看北京上海車展會比較看熱鬧 因為迪特律跟法蘭克福斯 看門道 像我都看不懂 那車展都奇奇怪的狀 所以真的要買車 是要去上海或北京車展 概念車就是這樣 告訴你說我車廠預期 要做的一些新的車輛的 預期要發展的一些希望以及方向 當然最大的市場在中國 所以我怎麼可能在這個 中國市場發佈車展的時候 我當然發表是 發表我馬上就要賣 我希望能夠賺到最多的財富 所以車展的整個演變 大概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看到板上面有寫 德國法蘭克福斯坦講了一些自動駕駛 無線充電一些技術 因為目前現在整個自動駕駛 除了美國的特斯拉之外 再來就是歐系的這個 歐洲的品牌的車輛 也在開始做自動駕駛的這些技術 一直在去做研發 當然北京跟上海 因為其實還有全球暖化問題 石油浩劫的問題 雖然現在市場價格 現在已經比較低了 所以現在大家要走什麼 新能源車輛 其實因為德國 美國 日本 發展汽車工業汽油都算早 所以在內燃機的市場 也就是我們汽車這個引擎 要燒汽油的這顆引擎 來講 中國要起步來講 是比較慢的 落後很久了 所以他們全力的研發什麼 電動車 新燃料 新燃料 氫能源電池 氫燃料電池 所以也就是說 將來 未來的趨勢 會全部放在北京車展 以及上海車展這邊 我有一次去廣州車展 廣州車展還在這上面 廣州車展實施 中國大車展裡面的啟動值 我先講個面積 因為廣州車展 那時候大概是2003年 2003年 2005年 2003年 它的展場面積是 台北市貿中心的11倍大 我那時候看就真壯觀 那已經10年前 那時候大陸的企業車展沒很大 就已經11倍大 所以事實上這些國際車展 不要講說廣州 北京車展 其實法蘭克福哥 底特技車展都非常大 這一次是底特技車展 到底有什麼新的玄機 沒有 基本上 你那時候2013年 你看11倍大 我看 因為我之後 去北京 上海 德國反應我都去過 基本上都是15倍大起跳 非常非常大 而且基本上你要怎麼逛 其實各有各的門大 剛剛你講到 北京上海車展搶的是什麼 新人員跟消費 你知道北京上海車展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到那邊你可以買車 你到一些中國品牌攤位 你可以直接買車 直接在賣車 甚至用微信在做支付的 你就可以看喜歡 買了就直接就走了 還有人直接扛現金鈔票 你要去現場買車的 底特利不能買車 德爾夫 凡恩克福 美國都不能買車的 他總是所謂的概念性 你去展示 如果你要車的話 你可能我們另外在外面 在談之類的 可是台北世貿周期 現在每個人都是掛展 其實是大賣場的概念 對 那是大賣場 跟台北 台灣 什麼家具展 嬰兒展 禮品展 講完你不買趕快滾蛋 不要來看藍藍的 那感覺 對 概念就像這種大車 國際車廠 都是以展示為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那是概念 北京上海的話 是可以來賣車的 就是他們的大部分中國車廠 都可以賣車 所以基本上他們以消費 事業消費為主 那當然新人員 剛剛Eric有提到 基本上他們就是 政策性的一個助攻 所以他們電動車什麼 發展非常非常快 他們每年的首發的車速 就兩三百輛起跳 是全球最多的 那我們想要一個什麼 叫限定版 就是它一定會符合 中國大陸這些土豪 有一些特別的車子 比如說勞斯萊是中國版 法拉利的什麼 上面有一條龍 也是叫中國版 類似這樣可以符合土豪 這些特殊的一個比 對 聽說保時捷加了後排之套 也是為了中國市場做設計 好 我們現在趕快回來觀察 因為這三大車廠 到底對於2017年 汽車設計跟銷售的趨勢 出現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川普就是美國夢再起 所以美國夢 其實美國夢 汽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過去我們知道美國車就是大 就是大 美國車我在小時候做過 Osmobile就是通用的 真是舒服 好舒服 所以美國車就是大 舒服 豪華 過去幾年改變 可是今年好像 迪克里斯坦透露新的玄機 對 川普要上任 你知道我們要看川普 他們家 大家想要讓他們家 那時候我們之前有報 超級奢華 什麼樣的都用最貴的 那他的車子又長又寬敞 基本上川普他就是要復興 美國夢這樣的一個市場 為什麼 他那時候二十幾歲的時候 剛好是美國車是最旺的時候 所以他要復興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開始點名各大車廠 因為他覺得2000CC 都是女人開的車 男人怎麼能開3000CC以下車 一點男人氣概都沒有 真的都沒有 所以他現在要求 也不是說要求 這間車廠 由銀河他的口味 推出來在這次的底特律車展 看到車子很誇張 CAMERY推到3.5 有看一下 他這個LASER是LS新的系列的話 基本上3.5公升雙污輪 雙污輪馬力變得特別大 符合他的一個個性 然後這些配備超級奢華 這椅子上面 會感應你的氣溫 體溫 然後做加熱或是散熱的功能 還會通風 跟免治馬桶一樣 對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啊 最重要車體大了5到10% 來迎合他們的需求 我車更大 更像美國人了 那Toyota CamerY的話 這大家很期待 美國還有一個精神 跑車 所以他有點變得變小 但是車子一樣變更大 你看車子大了3% 安全也很重要 變10顆 符絲不是之前造假 被他罵得要死嗎 他現在開始也低頭 開始推 符合美國人的車 他特別為美國 什麼叫做電熱方向盤 就是方向盤 你手會冷 那他開始會電熱 讓你溫暖一點開車 讓有時候你覺得很 就是你很不舒服的時候 有一個電熱方向盤 讓你開的時候會更舒服 Eric 怎麼看這幾款新車 就是大 就是大 大到不能想像來大 其實我們從第一部 Lessus的LS系列來看一下 以往LS系列 我們想要這個就是老人家的車 氣派大班 四四方方的 很氣派 現在整個LS 它已經改變整個風格造型 變得非常流線前衛 甚至有一點跑車風格的 一種感覺 當然是整個因應 整個世代潮流的轉變 因為這樣的大車 本來它的排氣量就比較大 以前早期的這個LS 就是4.0的排氣量 那其實現在 還是因為環保上的需求 可是Camry都搞到3.5了 3.5 但是加上了雙渦輪 所以它的馬力動力輸出 等於是4000cc 5000cc 這樣子的車輛的一個感覺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 這個66號公司一開一望無際 你沒有這樣這麼大的馬力 來開這樣的車子 開起來那個車真的是感覺不能開 剛剛像小燕提到Toyota Camry 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個車種 前兩天剛發表 我們因為一粒一休不准加班 因為這個發表 怎麼發表你知道 它採用網路直播 晚上10點 我們台灣時間晚上10點直播 所以同事們都去休息 就我自己一個看這樣子 對 所以也是因為一粒一休 這個Camry的發表其實滿特別 它整個造型是更加流線 更加的跑車化 甚至它這一次發表Camry 還同步的推出了一個 在跑美國的Nascar比賽的賽車 這個外型完全就是這個 最新Camry的造型 當然骨子裡是一部賽車 台灣什麼時候會引進 台灣目前來說 應該是明年的第二季 第三季 2018 第二季 第三季 今年的第二季 第三季 今年到2017 馬上就要進來了 對 馬上就要進 而且也有八卦傳聞說 有人在傳說 就是因為大型房車市場 雖然台灣Camry來說 是大型房車的獨佔龍頭的地位 它銷售量最高 但是因為大型房車的這個市場 完全被SUV給佔據 所以也有傳說 反問就是說 核泰汽車將把Toyota新的Camry 改成進口 不在國產化 不在國產化 所以這些都是這些車輛的變革 再來像VW這個T-Grom 本來它叫做一個中型的休旅車 現在變大型 以前休旅車很大台 然後我們覺得說 我們不需要這麼大的休旅車 在市區裡面開 所以我們做一個小一點的 休旅車來開 結果因應整個市場的變革 大家又要欺人坐 所以現在又把中型的休旅車 給拉長 除了一個長軸板 叫做這個七人座的車輛 所以整個市場 其實現在很混亂 因為休旅車 車子變大了 就是選擇性太多太多了 是 所以我們不知道 小燕 我們看到包括Audi 現在這個進氣口線 改革的尺寸都非常大 對啊 沒有就有像 它Q8這個就有Q7 Q7跟Q8其實差不多 沒問題 法案 還是問不答 独播 我看不甘了 我們在黑了 以為你是最大的 派遣 很可怕 都可以 有 要